看你自己把鼻子挖了个口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坤 大家看到我这个开头的话 有可能是背景 怎么背景不一样啊 对不起,我有手残 又把我的那个视频 最重要的一段删了 所以现在这一段给大家拍 这期视频的主题是 因为我老婆要去 我去我老婆奶奶家 要去做一些就是工作之类的 因为她家没有小孩 我儿子睡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去买个婴儿车 就是本来是买个 想买一个那个婴儿床的 但是看来床很大 所以没地方放 那就买个摇摇车吧 就是跟我们家一样的摇摇车 里边又看看别的款式 然后又买了一件 给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跟我一样 是我们家的人 但是因为她奶奶说 因为在日本 小孩在日本 所以要买一件那个 日本的传统的那个衣服 到以后就是 三五七的时候 要去那个庙里 要去庙里拜拜 就是让观音菩萨保佑 之类的 祈福的一个和服吧 好了 现在开始进店看一下 你自己把鼻子挖了口子 他比较新鲜 如果是日本餐 他们会标志 然后就要帮他们的 但如果是新鲜 应该有什么 你怎么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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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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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不错 你怎么会不错 就是母乳那个 母乳那个吸乳器 还有就是这种女士用的就是乳房 如果是就是特别热特别疼的时候 贴一些就是冷 就冷却一些就是 就是缓解疼痛嘛 这个也很好 这还自动的自动吸乳器 厉害厉害 自动的也有 那小孩用的勺子叉子啊 之类的都有 把筷子 如果有靴的朋友就是可以加我的微信 在微信里边给大家就是团狗一批寄回去 小皮装小孩 像别人的婚礼啊 这里的还有这种 容易穿的这种和服 也比较帅 这还有这种水袋的 看着比较帅 但我儿子现在穿不了 所以不穿不买 跟我姑娘买个裙子小短裤 小短裤 好走 我们现在确定买一下那个 摇摇床 他这种 这种就在车上用的这种 小孩座椅儿童座椅 车上用的 我们家用的也是老大用的那种一款 然后就被信了 老大用旧的 比现在的老儿子在用 又给老大买 单独买了一个 儿童用的儿童座椅 这是婴儿座椅 那多少钱要买? 我自己这个就好了 这个 好 我们已经确定了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去一会儿去取个钱 然后有这个 买了四点儿衣服 那个 12床给那个 嗯 给那个 衣服 现在不买了 下次再买 好 已经看好 看好了 然后再去别家看看 货比三下不吃亏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